哈喽大家好,我是Cincia 今天我们来用Costco的面包生胚制作甜甜圈 我们利用面包生胚也可以制作出高颜值的甜甜圈 还有这些donut hole 我说更像Tim Beats 我家小主说是Mr.Puff 不管是哪款,做起来都很简单 我们先把面包生胚室温软化 有的小伙伴留言说 它的面包生胚擀完了会回缩 我觉得那肯定是醒发的不到位 面包生胚一定要软化到和室温一样的温度 用手摸上去不会感觉到冰凉 然后一戳是软软的 这样的状态肯定不会回缩 在家里找两个圆形的模具 把面团稍微擀两下 不要太薄 然后用一大一小两个圆圈 就可以扣出一个甜甜圈了 我是更喜欢用甜甜圈的模具的 以为更加方便 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 用两个圆圈代替也是可以的 总之利用手头的工具 不需要再花钱买 用甜甜圈的模具扣完之后 基本的造型就出来了 只需要把中间的小面团拿下来就可以了 拿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撐变形 因为面团很软 一不留神就变形了 如果稍微变形了也没有关系 用手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擀面胚的时候一定不能擀得特别薄 稍微擀两下 面皮超过模具的大小就可以了 我是尽量擀得刚刚好 只要够圆的直径就OK了 这样我们剩下的下脚料也不会特别多 只是细细的一小圈 下脚料千万不要扔 偏尾油彩蛋 我也会告诉大家下脚料的用处 我还试着做了一个锯齿边的甜甜圈 但是实验证明 二次发酵之后 边缘都是平的 完全看不出来锯齿状 所以我们只要普通的圆圈模具就可以了 做好的甜甜圈 要凭着放在烤盘上二次发酵 室温21度的情况下 大概要一个小时 我的烤箱是没有低温设置的 我通常是把烤箱预热到35度 然后就暂停加热 把做好的甜甜圈放到烤箱里 慢慢的二次发酵 这样比在室温醒发要快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调肉桂粉和糖 碟子中间放两勺白砂糖 撒上一点肉桂粉 圣诞节的蛋糕或者是甜品里面 肉桂粉是必不可少的一款香料 我开始的时候很不喜欢肉桂粉的味道 现在慢慢已经习惯了 混合了细砂糖的肉桂粉 包裹在甜甜圈的外面 味道特别好 尤其是刚扎出锅的甜甜圈 然后我们再来准备巧克力酱 我用的是奈泰拉 反语叫妞特拉 把它装到裱花袋里 裱花袋的前端叫一个小孔 然后用刮板把巧克力酱推到前端 这样巧克力我们就准备好了 再把裱花袋的尾部卷起来 一直卷到巧克力酱的位置 然后对折 系一个死扣 这样裱花袋就不会开了 方便我们一会儿操作 把它放在玻璃杯里就可以了 锅中倒入油 油温控制在160度到170度之间 油温不要太高 慢慢地炸 而且要勤翻面 让两侧受热均匀 这样炸出来的甜甜圈 两边才能对称 然后让它慢慢地上色 千万不要一边上色了 然后再翻面 那样炸出来的甜甜圈容易起泡 所以我们要尽量快地翻面 保证两边受热均匀 我家小主 今天主动要求帮我炸甜甜圈 看着手艺感觉还不错呢 技术娴熟 看来还是美食的诱惑比较大 炸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的时候 记得要用筷子挑着出来 不要使劲加 如果加得太使劲了 容易在甜甜圈上留下痕迹 炸的时候锅里要少放一点 放两三个同时炸就可以了 否则顾不过来 二次醒发以后的甜甜圈 垫在手里感觉会很轻 放到油锅里 一下子就膨胀成圆鼓鼓的样子 看上去适不适合买的一样 我今天用的面包生胚是Brioche 这一款的口感是比较适合做甜甜圈的 炸成这种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 颜色不要炸得太深 因为捞出来以后颜色还是会稍微变深一些 我好像做了有十几个吧 炸起来很快 一会儿就炸完了 然后我们再来炸小圆球 小圆面片到了油里 马上就变成圆球状了 一定要快速地翻面 否则颜色深的那一面就翻不过来了 它就像不倒翁一样浮在油面上 每次翻过来它又都自动回去 所以最后没办法 我开始使用漏勺了 把它们全部放在漏勺上 然后摆好了面放在油里慢慢炸 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 表面颜色就炸不均匀 所以刚进去的时候 一定要马上就翻面 让它所有的面都收着均匀 一旦有一面上色深 另外一面就炸不到了 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不倒翁一样 炸好的甜甜圈我们放到肉桂粉和白糖的混合调料里面 蘸一下 两面和四周都要蘸均匀 我是直接用手的 如果你怕烫的话 用筷子也行 因为我是怕用筷子 表面会加出痕迹 所以就直接用手了 然后再来做巧克力装饰的 用表花袋在甜甜圈的上面 反复画弧线 然后左手把盘子来回转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很简单 再来一个 可以画波浪线 也可以写S 或者你可以画任意你想画的图案 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 然后我们再来弄小球球 把小球球都放到一个盆里 然后我也打算做两种口味 先分一半出来 放在肉桂粉和糖的混合物里面滚一下 这就是最经典的Mr.Puff的口味了 我家小主超爱吃 我还没做完 这一碗就已经吃没了 以后这种东西我是不能在晚上做了 然后另外一种 我也是淋上了巧克力酱的 用表花袋就这样来回的画线就可以了 我画的不是特别多 我家小主吃的时候又自己加了好多巧克力酱 然后我们撒上一些小糖珠装饰一下就可以了 刚出锅的特别好吃 虽然油炸的很不健康 但是偶尔吃一次 也可以稍微放纵一下 我们再来装饰刚才画好巧克力酱的甜甜圈 也是同样的撒上糖粉就可以了 其实甜甜圈的装饰很简单 这些装饰的小糖粉哪里都有卖 沃尔玛就有 或者那种专门的烘焙店也有 我这些都是之前做生日蛋糕的时候剩下的 最后我还在上面撒了一些小猩猩 这种银色的小猩猩是肉糯米只做的 非常的轻 用手每次蘸几粒就可以了 这样看上去小猩猩就非常的明显了 很可爱的一种装饰 没有任何的味道 烘焙店就有 装饰完的甜甜圈 立马就不一样了 你也赶紧做一款高颜值的甜甜圈吧 我家小主决定明天给同学带上几个 如果你不喜欢吃巧克力酱 也可以撒上糖粉 圣诞节party的时候 如果你端上一盘这样的甜甜圈 是不是很惊艳呢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刚才做甜甜圈剩下的下角料 我们先用刀把它切成小块 就像这样 胡乱切就可以 然后模具里面刷油 把这些碎的面包配平均的撒在里面 平铺在里面就可以 如果你不想这么麻烦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堆在一起放在里面 我是尽量把它铺平一点 然后这样可以受热均匀 全部都放进去以后 在表面撒上马苏里拉芝士 这样一款手撕芝士面包就做好了 放在烤箱里180度烤了16分钟 感觉颜色有点浅 我又加了两分钟 然后拿出来脱模 我们就得到了一款芝士手撕面包 它也是可以像吐司面包一样 撕出这种纹路的 这种方法处理变角料 是不是还挺好的 我是爱养花 爱种菜 爱做美食的Cincia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啰 谢谢大家 pH 这种方法处理变角料